那么最后是一个小问题 如果地球的自转轴垂直黄道面 请问你会怎么样 昼夜会怎么样 季节变化会怎么样 昼夜会如何 先问昼夜会如何 来想一想看 如果自转轴垂直黄道面 阳光直射哪里 再想一想 转一圈直射的位置会不会变化 然后你就会晓得昼夜会如何改变 昼夜会如何改变 OK 请问昼夜会怎样 比如说白天会越来越长 或者是白天会越来越短 或者是跟现在一样 或者是日夜会颠档 白天会变晚上 晚上会变白天 哪一个呢 2号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要找可爱的2号 请问2号大小姐 回答我的问题 来2号回答我的问题 蛤 我刚刚讲的选项 叫做白天会变长 白天会变短 日夜会颠倒 会跟现在一样 我暗示你 我暗示你好了 我报的没有答案是对的 我报的没有答案是对的 我每天都说我骗你 我报的没有答案是对的 中包人 5 4 3 日夜等长 请坐下 因为如果自转轴垂直黄道灭 阳光就直射哪里 赤道 转一圈通通都直射赤道 前面交过了 如果阳光直射赤道 世界各地都怎样 作业相等 所以天天都作业相等 每个地方都作业相等 会变得很无聊 通通都一样 啊请问你季节变化呢 更明显 不明显 顛倒 跟现在差不多 哪一个 啊 更明显 不明显 这季节相反 春天变秋天 夏天变冬天 还是跟现在差不多 32 32 32 你的答案 更明显 不明显 顛倒 跟现在差不多 跟怎样 顛倒 请坐 答案叫做不明显 我们当初有三条线 为什么有三条线 阳光直射位置不同嘛 你如果永远都直射 就只有几条线 一条线 阳光每天都从那边升起 升那么高降下去 大家每天都怎样 一样 那就没有什么季节变化了 唯一就是近一点 可能稍微热一点点 远一点可能稍微冷一点点 可是我想过远近其实差不了太多嘛 所以就季节变化 就会变得不明显 所以呢 如果自转轴 垂直黄道面 世界各地 每一天都昼夜相同 而且 就没有什么季节变化 就没有什么季节变化 就是我们的动脑时间09 OK吗 OK 很好 请写课堂练习